大家好 这节课和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就是网站如果慢 怎么来检查 网站速度慢的原因 其实有很多种 比如说主机速度慢 网站的图片太大 下载慢 有的是有谷歌链接 我们大陆屏蔽了谷歌 还有的是 网站有些图片 或者是GS在国外的服务器 延迟比较严重 这些造成网站打开速度慢的原因 都可以利用顺藤摸瓜的方法 把它找出来 我在这里教大家的 一个简单的检查分析方法 就是用浏览器自带的工具 检查到底哪个零件出了问题 这种方法 在以前的主题课程中 有可能讲过 在有一个wordpress 网站优化和加速的那个课中 也讲过 但是这节课作为一个公共课 而且是免费的 我想把这么好的工具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先从浏览器说起 目前主流的浏览器都包含这个工具 比如说火狐和谷歌浏览器 不论是Windows版还是Mac版 都包含这个工具 苹果的Safari 也含这个工具 Windows的IE 也有这个工具 我们国内比较流行的 360浏览器 也有这个工具 大家调用的方法都差不多 先用浏览器 打开你的网站 加载完成之后 在空白的地方点右键 然后点审查 或者叫审查工具 一般会在浏览器的下方 或者是右侧 弹出一个面板 这个面板通常有很多标签 但是里边会有一个叫网络的 或者叫Network 有这么一个标签 选中这个标签 然后刷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会重新加载一遍 它整个的加载过程 在下面那个面板里 都有呈现 第一次用 会觉得下面这个面板特别复杂 但是我们只需要 抓住几个重点就可以了 有一个是大小 或者是已传输 也就是说 这一条元素 或者叫这一个零件 它有多大 因为这一个页面的加载 它包含了很多内容 比如说有很多图片 有很多GS文件 和 CSS文件 这些元素 有的大 有的小 具体 哪个大 哪个小 在这里一目了然 还有一个要注意观察的 就是域名 因为我们打开 现在这个网站 按理说 应该都是这个网站的域名 但实际上 它有很多外部调用的GS 或者是其他文件 比如小红网络的这个网站 它使用了七牛云存储 那么 在整个页面加载过程中 其中有几个GS 它的域名 它的来源是七牛的服务器 再比如 这个网站 它有一个百度统计代码 那么 在网站加载过程中 它会有百度的一些链接 在这节课 第一个演示的 那个Achair的网站中 它那个页面 下面 有一个百度的联盟广告 那块 也是调用的外链接 整个页面加载 需要加载 那块广告的一些来源 图片 或者是GS 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 自己已经把网站 优化得很快了 实际上 有一些问题 就是这些外链接导致的 所以 这个工具 非常的实用 它可以帮我们找到 是哪个零件 出了问题 第三个案例 是B主题的一个demo 这个网站上 所有的资源 都存在国外的服务器 我也没开VPN 所以网站加载会很慢 特别是遇到一些更大的图片 比如网站头部的那张大背景图 Wordpress网站打开速度慢 实际上是一个假象 它可以通过多方面的优化来给网站加速 我们有一个Wordpress网站优化和加速的课程 在这儿做一个广告 用国外那些漂亮的主题 做一个中文站 放在国内使用 速度不是问题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儿 我们下节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